西安疫情持續爆發,新增151宗新型肺炎確診 國家衛健委就說,當地疫情正處於快速發展的階段 社區傳播風險仍然是高 汪春漢報導 國家衛健委表示,目前內地總體疫情保持平穩 但局部地區個案高度聚集 其中西安疫情仍未樂觀 適到省內和省外的情況 風險人群排查和管控措施需要進一步加強 後續疫情在社區傳播風險還是比較高 內地星期二新增152宗新型肺炎本地確診 但在西安就有151宗 西安星期三起展開新一輪傳源核酸檢測 有部分地區更要每天檢測一次 目前西安疫情已擴散到北京、東莞、運城和州口等8個城市 衛健委指,元旦春節將至人員流動增加 對外防輸入構成壓力 加上報入冬季和春季呼吸道傳染病高峰期 以及Omicron變種病毒等因素 都反映疫情傳播存在風險 當局會推出一系列防控措施 包括加強返鄉人員排查 於是嚴格限制中高峰線地區人員流動 對中高峰線地區及其所在的縣、市、區、旗 這些人員要嚴格限制去出行 二是嚴格高峰線崗位人員的出行要求 三是防範陸地邊境口岸城市人員流動 帶來的傳播風險 當局又呼籲民眾假期出遊要做好防疫 防範跨省旅遊的傳播風險 截至星期二,全國累計接種疫苗將近28億劑次 有先電視記者黃秦漢報導 到達